穿上充滿民謠風的格子花襯衫 唱著五六年級生熟悉的曲目 讓許多聽眾都不知不覺的 跟著打拍子哼哼唱唱 這就是雲林知名的麵包合唱團的魅力 喚起了五年級生共同的回憶 覺得很好 為什麼叫麵包合唱團 是因為麵包希望可以把民謠這種音樂 當成像麵包一樣 我們的精神食糧散布給群眾們 麵包合唱團的成員來自教育界 從老師到校長還有六親的員工 從樂團成立之初 各個年輕未婚如今已經成家立業 19個年頭過去了 他們就像一家人一樣 現在還會帶著家人到各地去公益演出 這十幾年有沒有曾經想退團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麵包是個家族沒辦法退了 所以練習的時間並沒有說很固定 但是我們對於玩音樂的這一份 興趣是非常濃厚 所以可以堅持到十幾年這樣 那希望也能夠有一些 到音樂廳去表演啊 能夠有一個更正式的音樂會能夠呈現給大家 把這樣的一個結合通俗跟精緻的音樂 歌唱能夠唱給更多愛樂者喜好的人來聽 不管是咖啡廳西羅大橋以及北港文化中心等地 都有他們唱過的足跡 麵包合唱團希望把對音樂的美好與感動 和大家一起分享 新唐人雅牌店 學廖立芬台灣雲林報導 上次的影片 就算了 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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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上